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抹黑 然後想要來騙選票 那這個是台灣民族的悲哀啦 這一次民進黨完全執政八年了 照理講你面對所有的國家發展 目前的現況、問題 你就應該完全負責 那就算賴秦德一樣 你在過程當中你貴為行政院長 你現在是副總統 你還是最大執政黨的黨主席 這些問題你都不用負責嘛 你所理所當然應該要被檢視 也應該要負起政治責任嘛 所以才會有這個 你從很多的民意調查 你會看到就是 如果有機會換人執政、換黨執政 民眾是熱情的 民眾是支持的 凍結預算的目的是為什麼 其實要進度嘛 而且我要講這不是只有在野黨的委員提 執政黨提了一堆 你怎麼不是講執政黨 執政黨提案叫護國 你賴清德講趙天你是護國立委 講完之後馬熊怎麼樣 親中挺共 那不是為了選舉 不是顏色考量嗎 你怎麼不講我是護國立委 我還是公認的 我到美國國會幫你講話 我幫你要求美國趕快把我們付的錢的武器賣給我們 你不要delay 所以我才說 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抹黑 然後想要來騙選票 那真的是台灣民族的悲哀 一個校長 跑來跟我講說 委員幫忙爭取啊 我們要 我們的廁所幾十年沒有改 小朋友上廁所那個很髒啊 我說多少錢 幾十萬 沒有錢 錢都在這裡 所以我說 我們一顆飛彈就是幾億幾百億 但是我們一條跑道 居然沒錢翻修 我們一個廁所幾十年沒有翻修 表面是民主啦 實際上是獨裁啦 我覺得這是比獨裁還可怕的地方 就是你假民主之民 行獨裁之事 獨裁國家 我們直接就是獨裁國家 所以你會怎麼做都很清楚 可是 民主國家 然後做獨裁的事情 那是比獨裁還可怕 我們即便身為在野 我們也是全力支持 我們並沒有說去反對你 因為基於雙邊的關係 基於我們的國家利益 我們該支持的還是會支持 該監督的還是會監督的 這也是國會外交上面我們可以做的 雖然我是在野黨 但是過去這一兩年來 所有來立法院的訪兵裡面 我擔任外交委會召委的時候 我一樣照樣接待 我照樣主持 我不會因為說我是一個在野黨的召委 然後 你們執政黨邀請來的 外交部邀請來的訪兵這些 我就不接待 或者我在會場上講話就邊一邊 我不會這樣 這關係是最密切 因為彼此不管是人民 或各方面經貿 甚至是安全的 像這個關係 是比我們的這些邦交國 都來得更加的嚴重 可是 這不代表那些邦交國不重要 這不代表那些邦交國不重要 所以我對於所謂邦交國無用論這件事情 我是 我是不能接受啦 那經過這幾年 因為太多的酒駕事件了 大家已經對酒駕零容忍這件事情 真的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政府還是怎麼樣 酒駕你容忍 修法修到現在還是有修等於沒修啦 我這一屆我就提了兩次的修法 一次是刑法185條之三的修正 就是提高刑度 加重懲罰 就是 只要酒駕置人於死 法官有權 授權他可以判死刑 事情解輕重不贏 也可以判他死刑 但這個我提出來的 一樣沒有過啊 中華民國花錢稅 中華民國的這個稅出 明年兩兆八千八百億 但是我們 你如果到鄉下去看 你如果 不要說到鄉下 你到中南部好 甚至你到新北這附近 你去學校去看 有時候看你就會搖頭 就是為什麼政府連這個地方 不幫他修一下 不幫他改一下 然後 然後那個孩子用的東西 不要說最新啦 就是 就是都有點危險啊 因為跑到跑了會跌倒啊 跌倒怎麼會受傷啊 甚至 如果這以前 像我敢說啦 每一個孩子吃飯都不用錢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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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